作为中欧班列向西出口重要通道的新疆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口岸最近进出境班列开行列数 标箱数量不断刷新记录 14号14点30分 一列满载十余种货品 共计55个集装箱的2019次中欧班列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发 开往波兰的马拉舍围棋 至此经新疆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突破2万列 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 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疫情期间中欧班列承接了大量 由空运海运转移货源 两个口岸站近出境中欧班列数量持续增长 班列数量全国领先 为满足持续上涨的运输需求 自2020年以来 新疆铁路部门先后对两个铁路口岸站 实施了扩能改造 今年霍尔果斯新增了换状线一对 延长了新增刀发线10对 经过今年的新线投入使用 我们现在已达到了日均18列左右 最高的一天可以达到20列 今年1到3月 我们共监管中欧班列1497列 同比增长116.64% 汇用量84.99万吨 同比增长5.59% 整体呈上升趋势 目前经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班列线路 主要有鱼新欧 正新欧 长安号 荣新欧等共计44条 可到达德国 波兰 比利时 俄罗斯等13个国家 搭载的货物品类达200余种 转发 –会订阅执行的人 2010月18日 煌率 scores